有网友在南海拍到了075型两栖舰的身影 直20也同况出现 这一迹向预示075型两栖攻击舰首舰已经完成了基础试航 开始舰载机上舰海誓 将副海军指日可待 而075两栖舰加直20模式也是解放军两栖部队未来登陆作战的大方向 我国海军明显失从美国 凭借整体国家实力的支持 海军未来舰载航空兵必定是以常规起降型多用途战斗机为主 空中打击力量将由航母舰载机组成 在这个体系中 075型两栖攻击舰将只负责两栖部队的立体登陆 主要作用是使用舰载直升机和登陆艇完成兵力投送 空中掩护则有航母舰载机 两者各司其职分工明确 从作战使用上来说 075在海军中的定位很明确 就是拥有很强航空运作能力的两栖作战舰艇 并不需要直接负责空中打击作战 在这个需求下 海军陆战队只需为075舰配备一定数量 带有对地攻击能力的直升机 用于近距离空中火力掩护即可 在配备运输直升机 发挥兵力投送能力的发挥 完成075既定的战役战术任务 目前解放军可供选择的机型运输 反潜海上突击等改型 就是海直20 对于075这样的两栖攻击舰而言 更具现实意义 直20属于中型直升机 最大起飞重量13吨 对于075两栖攻击舰这样大型舰船来说更合适 基于这种两栖立体兵力投送的战场环境 075两栖舰有敌方纵身兵力投送 火力装备投送 伴随护航空中火力支援 战场救援等各种需求 这就需要提供各种必要性能的直升机 虽然这种近似于特种作战 兵力规模可能不大 但至少也需要敌方纵身投送能力 必要时还必须携行一定的重火力装备 这种投送规模 必须得靠中大型专业运输直升机来承担任务 在我军现役直升机家族中 只有直20才是执行这种任务的最佳机型 直20在广泛战场适应能力之外 它所具备的强悍的自卫火力 同时也是对地火力支援和运输编队护航的有力补充保障 这种兼具独立运输和火力支援的强悍性能 应该更适合上舰 直20在满足作战需求的同时 为整个攻击编队提供巡逻警戒安全防护保障 这种配置就应该可以满足这艘075型两栖攻击舰的任务需求了 随着我国维护领土主权完整 维护众多远海岛屿安全的必须 还有一带一路等对外事业的发展 维护国家企业民间的海外利益 安全需求越来越大 075型两栖攻击舰除了在战时发挥强大作战实力之外 在执行类似野门撤侨任务时 将发挥更大更及时更关键的作用 而利比亚撤侨时的困境也就一去不返了 放眼当今我国所处的环境 075所担负的任务可能在这方面更多